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要是一栋大楼的话 我就贡献一颗钉子 我要做一个有用的人 别再催了 我这堵着呢 电脑先别关我下午两点以前 要把你们的社保交了 老大 路可十二点钟面试 我十一点钟面试 走之前我不把这些东西办了 房东非得拼命不可 你让房东别再催了 我今天肯定走 你是财务 别人能走 你不能走 你必须坚持到底 老大 求你了 你能不能早点回来 这是个优先程序问题好吗 我今天离婚 我得先去我媳妇那交房本 交车钥匙 所以我现在过不去 你们俩站好最后一班港不行吗 他还急了 还有啊 咱们的商业计划书交给洛飞斯 这么长时间了 也没有回信 你再帮我约一下 下午你们俩面试完跟我一块过去 对 说不定洛飞斯一发神经 给咱们投个一千万美金呢 到时候你们俩也不用去应聘了 老大 你别贼心不死了啊 对了 今天最后一天交社保了 我以前那卡号变了 那是我跟我老婆一起用的 我现在给你发个新卡号 你拿这个卡号去交社保 你想创死我啊 对对对对对对不起 我发短信没看见 下来 什么情况 实在对不住警察同志 我刚才在发短信没有 你发短信 你俩眼睛不看路 你大早上起来你就裹乱你 实在对不住 实在对不住 都是我的错 那个 没 没撞到你们吧 你废话 你创着我了我还能站着吗 那就好 那就好 抱歉 抱歉 行了 你们两个处理完了 注意安全 谢谢 谢谢 走吧 实在对不住 实在对不住 我保证 以后我有再忙的事 我也不会拿手机打电话 发信息的 谢谢 谢谢 实在对不住 什么情况 我车停着也能撞啊 你怎么回事啊 不好意思啊 你好 请出示你的驾照行事本 车停着你也能创 不好意思 等会发现这个字 你还发 撞着人怎么办呢 我这不着急吗 我孩子生病了 我得提醒他吃药 他上课呢 我不能给他打电话 不好意思啊 行了 你全责啊 好的 我说你们以后 能不能不用这个手机了 视线离开了路面 车创坏了可以修 要创着人怎么办 一老人一孩子 就你这水瓶 一键双雕 哭扭都来不及 其实有办法 做一个手机程序 就解决了 比如说你想跟对方说什么 直接按着键说就行了 不用打字 这个手机程序 可以跟电话号码连接起来 或者我们可以 你是走保险 还是自行解决 走保险 下了 对不起啊 走 你媳妇已经快炸了 离婚了就不能给人 留个好印象吗 为什么不接人电话呢 手机在车里没听见 刚刚车追尾了 一直在跟交警处理呢 你来了我就踏了 我提醒你啊 薛条哥把他递带来了 刺激 对不起对不起 来晚了 来晚了 小虎 我这里是三角队导 你是专业的 你可不可以随便动手 咱有话说话 咱讲道理 谁不讲道理 自己看看现在几点了 我姐说的九点钟班 我上午有训练 下午还有热身赛呢 谁有功跟你们这磨叽啊 小虎你干嘛呀 谁让你动手打人的 顾欣姐你没事吧 可以 没事没事 搬搬搬 来来来来来 干干嘛干嘛 慢慢慢慢 你流血了 没事没事 对不住啊 我不是故意迟到的 火车追尾了 你能说点 让我高兴的事了吗 咱俩离婚了 还不高兴啊 请你擦擦 谢谢 先快点啊 帮帮帮给你 吃钥匙 以后我就不来了 这卡里有三十万 还有那车 你把它当命似的 我敢要吗 都给你 别说你是精神出户 我担不起这名声 谢谢 好人一生平安 好人一生平安 等会儿 行了 走吧 谢了 其实人家秀秀挺人意的吧 挺我的 结婚别折腾 折腾别结婚 也就老老实实在熬两年 当个高级白领德了 别跟我一样出来下折腾 闹得鸡飞蛋打 你自己怎么不熬啊 谁受苦谁知道 你看我出来做这一年公司 瘦了三十多斤 从现在这个样子 你知道我媳妇一家人怎么着吗 怀疑我吸毒 天天跟踪我 天天搜我 还挺像的 滚蛋 去你家换上干净衣服 这是领创三地技术公司的陈总 这是我们投资部的ED 纳兰 纳总你好 陈总你好 请 陈总啊 你们的材料我都已经看过了 在估值上还是比较公平 但关键问题在于 贵公司的商业模式 还是有待验证 未来收入的增速 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我们带来的商业材料 都是非常真实的 我们不编造暴力承诺 您看这样行不行啊 我在给你推荐几个 专做A轮投资的机构 他们更擅长分析初创型的企业 为什么呀 你们是洛菲斯 是国际顶尖公司 我们当然能希望 得到你们公司的投资与支持 你是洛菲斯投资部的ED 把我们推荐给别的公司 这个我不太理解 我再给你解释一下 洛菲斯的投资理念 我们这个投资部 是专门负责 投资快速成长型企业 两到三年套利 是 我们很急功近利 所以我们只投高科技的项目 我们投入资金 融合一切的社会资源 让它快速成长 然后上市 卖掉我们回笼资金 资本不是上帝 不是是个美女 好听的概念 总比聪明能干 个人品质都管用 请原谅我的挫辞 一会儿好好表现 没准这次咱俩就成了 咔嚓两千万美金的投资 大哥 这是洛菲斯 你说骗就骗了 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 我要再次创业 对不起 陈总 您的心情我可以理解 但是我想刚才 娜总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 你好 来 京城 京城 我上回有个文件袋 落你这儿了 你见过吗 你怎么这么早晚了 我给你买了早餐 放在桌上了 你起来记得试啊 我拿完东西就走 你别过来啊 怎么了 这谁啊 惊喜 怎么了 见得我不高兴吗 金总 金总 麻烦你瞧等一会儿 里面开会 金总 您没预约针了 我躲开了 怎么那么多呀 金总 休息室在这边 滚蛋 娜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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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继续说吗 您说 我可以再给你拖第二点 你看 在正看到前面 我们公司完成这个业绩 你在这儿拦着我 我觉得 走开 咱们现在休息室啊 有什么事咱们一会儿再说 你走不走 金总 我再问你一遍你走不走 走开 从眼前消失 走啊 为何没呢 你走不走 那走 不好意思您刚刚说什么 走 他说要你马上决定投资 那不行 我看 别再碰我了 宝贝你什么意思呀 我在工作 有什么事下班之后再谈 终身大事你不着急吗 我在工作 好 你们谈完了吗 是不是该轮到我了 走啊 我在说话你们听不见吗 走啊 陈总 不好意思 娜总这边有一点私事 麻烦您到我办公室 稍微等一会儿吧 安 安排一下 这边请 不好意思 对不起 我对不起 老大 太浪漫了 这是求婚啊 见过这么求婚的吗 这就是公开的八戒讨好县内走关系 咱们要输就输这帮孙的手里 咱们要输就输这帮孙的手里 奶奶 有完没完 那了 你要再不原谅我 你信不信现在我把罗克斯给你归提了呀 真不要脸 你现在就会 快给我看 楼下等你 哪来啊 像他这样的 谁把他放上来的 保安都是干什么吃的 你觉得有人 赶来你的少爷吗 是不是很麻烦 有点 我现在心情很乱 你赶紧去处理一下 不行 外边还有一家公司 等着探的 行了 我帮你盯着 你赶紧去处理吧 不就是那个 搞移动互联网的 软件公司吗 我去帮你应付 你放心 行吧 谢谢啊 去吧 郭熙年 到 进来吧 哎 请坐吧 哎哎哎哎 美女 你好 我先做个自我介绍 我叫郭新年 是新年科技的老总创始人 加法定代表人 很多人都说 法人就是被绳之以法的人 我隆重地介绍一下 我的铁瓷 哥们合伙人 卢卡 绝对的电脑天才 写程序的一把好手 这是跟了我才走了正当 要是做黑客的话 那比斯诺登强 你丝脑灯不好说 不是不是差不多差不多 方黎 来来来来 来过来来来来来 过来 坐 我事请教你 坐坐 来 这个忽悠到底是什么意思 忽悠是我专门针对手机设计的一款软件 现在我们收发邮件 是基于电脑 基于笔记本的 但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 终归没有手机更方便 如果您想在手机上随时随地的收发邮件 忽悠就可以帮您办到 忽悠拥有一键将所有适合电脑的各种各样的文本文件格式 一键转化为适合手机的格式 未来一定是属于移动互联网的 拥有了忽悠 您将不再局限于电脑的限制 你弄了多长时间了 不到四个月 不到四个月 你刚才说移动互联网是未来发展的趋势 移动互联网必然是互联网的未来 你在公司是负责什么的 网络安全 你觉着你这么做我们公司安全吗 公司安全没问题 我提醒你一下 我们公司是做传统互联网的 你吃的是传统互联网的饭 却做移动互联网的事 你觉得这样合适吗 我给你个建议吧 收拾好你自己的东西 从这儿离开 新年科技 这个数字密码锁是你们做的 是的 我们是专门做移动互联网 APP软件的 这款数字密码锁 可以用在手机上 手机上 会对你的私人信息加密 打个比方 比如说 你的购物软件上绑定了你的银行卡号 但是突然你手机丢了 不要着急 只要用了我们的数字密码锁 别人将无法从你的银行账户上 盗走你的资金 再比如说 路上 你说 我 我们主要是采用了六位之密码 让手机在每一个小时之后 都随机产生了一个六位密码 所以呢 从理论上来讲 我们的密码是无法被攻破的 对 无法攻破 那你们能不能告诉我 你们跟苹果手机的锁机密码 有什么区别呢 当然有了 我 我再强调一次 我们是特殊加密 绝对是一个伟大的创造 如果小偷偷走你的手机 他没有打开键盘锁的话 就没有办法进入购物软件 那你们的锁还有什么意义呢 第二 你们随机产生的密码 如果仍然体现在手机上 那么对于小偷来说 只是多了一道工序 如果体现在终端软件上 对于使用者来说 会非常麻烦 因为他要随身带一台电脑 这是一个新概念 但不是一个好概念 第三 如果使用者不方便 那么用户的粘合度 就无法保障了 利润从何而来 是 你分析得很有道理 我们一定会在认真地 思考思考 可以改进 那好 你回去想想 我刚才提的几个问题 等你们想好了 我们再谈 好不好 好 好 美女 方便留张名片吗 可以啊 我是 这名字真好听 我告诉你 罗威啊 你不是想成为比尔培斯吗 我告诉你那就是吃人出吗 你自己看看 你看看你现在这副样子 就这身衣服 都是公司发给你的 你自己看看 你自己看看 收藏你的东西啊 公司的东西啊 你自己一样都不准拿走 包括这身衣服 都不用干活 你们不用干活啊 李守才 你就是个笨蛋 春珠 你回去吧 大爷我不稀罕 又不敢哪 我少还你 还你还你还你 你 大爷不干了 泡打 你还什么要干了 你是不是想滚蛋 你赶紧下去给他打发走 我还没想好要怎么跟他说 我总得想清楚了才能下去吧 有什么好想的 不就是那点事吗 你又不是小女生 还三针九裂的 你要真想出气 你就一哭二闹三上吊 一顿玩罢拳上去抓脸 打跑小贱人 要真这么简单 就好了 可不就这么简单吗 我跟你说 这事要贪我身上 我还巴不得呢 我就给他记着 结婚以后 就这事 他欠我一辈子 结婚 你觉得我还能跟他结婚吗 你不会告诉我 因为这么一点事 你就不结婚了吧 笨 我跟你说 哭的时候在后面呢 为什么流这么多眼泪啊 是因为现在你脑子进水了 整个洛菲斯都看他的脸色 你跟他吵架 他能这么大张旗鼓地道歉 面子给足了 可以了 真的可以了 一套一套 经验还挺丰富 不是说没谈过男朋友吗 我没吃过猪肉 我还没见过猪袍啊 那 我没吃过猪肉 行吗 那你想怎么样啊 让他们走 我马上 你这样有意思吗 不许有这个调料啊 说实话 我昨晚真是酒后乱惊吗 我今天来是请求你的原谅的 我原不原谅你不重要 可我就是不明白了 你怎么能这么容易原谅你自己啊 这是第几次了 路上新买一凡克牙宝 喜不喜欢 又来这一趟 怎么了 这也不够啊 你是真的觉得我好吗 当然了 咱俩谈多少年了 在英国时候谈了六年 活了以后又谈了两年 不好我早就换人了 自从回国以后 我觉得我们俩是越来越 没有共同语言了 我不会陪你喝酒胡闹 更不会陪你去那种地方 而你呢 你身边那些乱七八糟的事 就从来没断过 你真的需要我吗 我很怀疑 你看又来了又来了 你有你的工作 我有我的工作 那我的工作就是应酬啊 你也知道 我爹给我安排那些操弹活 隔三差我就得喝酒 我喝了酒我管不住自己 我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你明白吗 这就跟三岁小孩似的 就跟精神病似的 那这事能怪我吗 我中间会尽量 我为你 有什么事能怪我 我裹行 我为你 我为你 与你 我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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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你 我为你 我有点不太好 Cartwright 想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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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冒出这两句话来 非常感谢大家 这几年跟着我 吃苦受累 也没赚着什么钱 还老发不上工资 干了这么一堆不靠谱的事 很多话想跟大家说 但是 脑子里想来想去 就冒出这两句话来 苦不苦 想想红军了嘛 我累不累 想想革命的老前辈 对 当年红军比咱们苦了 人家不是照样解放咱们全中国了吗 创业小意思 咱们舍不了 干杯 干杯 你找啥 快点啊 好好好 先把钱给大家发了 别一会儿我喝高了 你不说我赖帐 陆克 六个月的工资三万三 加上前伞的两个月一万两千块 我那两个月不要 拿着 我手上多一两万一千块 我一千块钱也付不了 给 你是我兄弟 什么时候我都占你五光 我让你辞职你就辞职 两三个月不发工资 坑都不坑一声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 我那是装不知道 自己还偷偷地帮我交公司的水电费 每天的午饭也是你跟洋洋洋买的 别人一个月给你两万挖你都不去 你会在意我这点工资 当然不会 行了 大丈夫不扯闲话 兄弟 记着 将来哥们再有钱了 咱俩还得一起干 别急 杨洋洋 等半天了吧 我搞不下路还是你兄弟 你欠有钱就是不行 我那是替你攒着 傻丫头 没事在网上乱买东西当剁手挡 我都怕你将来结婚没有私房钱 你可拉倒嘛 我妈最近都夸我了 说你怎么也不在晚上买东西了 我说是啊 我都半年没发工资了 我还买 我都开始管您借钱了 您没觉着我最近都笑声了 老大 我好像给多了 就多了一个月的 我没合作行了 我是怕将来你结婚了 我没钱随份子 提前给了 老大 你真局气 我今天必须亲你一口 别别别别 虽然我刚离婚 但是也不能乱来 杨洋洋 明明可以靠脸吃饭 偏偏靠才华 好姑娘 将来你结婚了 老公要对你不好跟我们说 我和路卡打压的 打压的 仗义 你就是个败交责是吧 自从我和秀秀分居到你那儿蹭住 到今天我也没交过一分钱房租 没交过取暖费 没交过水电费 你的饮水机换水 我都没逃过妖宝 是多是少是个意思 收着吧 行了 我不差你几个钱 怎么着不要啊 那我在你那儿住那么久 算怎么回事啊 包养啊 算包养 滚蛋 你包养也得包养个靠谱的呀 再说了 我也瞧不上你呀 行了 我好赖在外企工作 一个月两三万 不差这样行 别吹了 唯唯我不让你背开了 来的路上 我给你公司打电话 问你走到哪儿了 你公司说你辞职了 而且穿着裤衩跑出来的 真的呀 不是 你们公司真的太狠了 你辞职就辞职吧 凭什么把你扒了呀 因为我也要出来创业了 我也要跟你们一样 从走长城路 我不是被他们给扒了 我是自己把公司配发 给我的媳妇给托了 爷也要开始创业了 别不稀罕 我去吧 咱们在座的 谁没被扒过呀 创业这条路真不好走 我输的什么都没了 也疼也难过 怎么办呢 创业就是往火坑里跳 要想踏实活着 就别他们折腾 采许人安乐 喝酒 喝点啊 喝酒 我要上九天蓝月 我要上九天蓝月 我要上五天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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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你陪着我 地狱言恨和哭暑 我们一起踏上前方的旅途 酒 杨阳 酒呢 就你那破酒量 你还喝呀 没酒了 喝这个吧 王老吉 酱酱火给 拿着呀 我这破工作真的是 又累又无聊 我这一天天能混日子去 我就说是死绝吧 但也不是没有办法解决 你像今儿这钱 你拿着了还能再撑俩约 到时候肯定能想出折来 干吗要散伙我呀 聊了半天要聊回来 行了 不跟你说了 我回屋睡了 明天早上我还得上班呢 那鬼知道我什么时候 才能摆脱这破工作 不喜欢就换个工作嘛 你说得轻巧 换工作那么容易啊 没工作你让我喝西北风去 走了 拜拜晚安 拜拜 有准主意了吗 再看看 别着急动手 你怎么打算 你怎么打算 我打算出去走一走 去哪儿啊 骑车车去西藏 骑车去西藏 给自己放个假 你那不是放假啊 你那是自招吃啊 现在不去 将来年纪大了就去不了喽 我 我觉得我的家 不在城市 死去 是有办法解决的 乔布斯当年 设计在iPad的时候 他说只能有一个案件 别人告诉他 这是设计上的死去 但是事实上怎么样呢 鸭鸭子打脸呢 我想出去放空放空自己 这儿功利心太重 我觉得这个世界不需要 如果这次我去西藏 再也不回来了 估计也只有你们 能记得我 这曾经有一个 叫郭新年的 是个神经病 也许这些你们都忘了 其实像洛菲斯这样的 大投的公司 已经醒了 继续把钱 投在传统的互联网行业 是没有出路的 投资会慢慢地 向移动互联网行业转移 咱们是有机会的 真的 再坚持坚持吧 毛主义受过 胜利就在最后坚持五分钟 我是完蛋了 接下来就看你了 你在我那儿已经蹭住了多久了 从前我只想好好过日子 好好挣钱 好好挣钱 挣够的钱买个房子 找个好姑娘 结婚生孩子过日子 然后你呢 成天跟我聊乔布斯 聊梦想 穿着我写程序 好 我终于迈出了这一步了 然后你一跑 如果有一天我创业 创得尸骨无存 你是要负责任的啊 我的那些风话你还真信啊 你跟我生的这些风话 我真的信 留下来 咱们一起干 我给你股份 我给你我一半的股份 别对我这么好 我是真还不起你 我现在这儿有问题了 以前每天都有创意 每天都有使过你的经历 现在我是被抽干了呢 让我自己木木 你如果拿你一半的股份 每天烧着你的钱 什么也帮你干不了 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 行吧 行吧 我已经迈出这一步了 我也不打算再回头了 我这辈子 绝不会像是一个妻子一样 把命运交给别人来找 那样的话 人生就太无缺了 去西藏 注意安全 俄罗斯和北约一旦发生冲突 全球的能源市场都会受到影响 尤其是石油 这几年就没有稳定的时候 新能源汽车项目可以搞 其他的我看意义不大 你们也说说 往后几年成长最快的企业 会出现在哪些领域 环保 这会是一个方向 长寿医疗养生 也可以是个选择的领域 我觉得移动互联网最有希望 具体说说 随着智能手机越来越普及 本土的移动互联网软件开发 应该会大有作为 投资移动互联网的软件 一个小小的企业 怎么实现价值 前几年我们的游戏业投资都作杂了 前几年我们投的 都是大型的电脑终端游戏 这一块我们起步本来就慢 人才资源也不够 版权保护也不行 像暴雪这种强有力的游戏公司 进来之后 本土的游戏业 基本就没有生存空间了 那小互联网游戏更不行 手机的操控性和体验 根本和大型游戏没法比 三天就不玩了 马提 你敢说你现在不玩 植物大战僵尸了吗 我认为 国内的互联网 已经度过了野蛮生长的时期 继续投资传统互联网 是不明知的 而移动互联网 正是一块还没有开垦的处女地 是一座真正的金矿 来到这里之前 我什么都不信 自从来了这儿 我什么都信了 我觉得这里离天晋离人远 给自己问 映儿 巡 Yoda 品丸 阿松 早稍后 together AM 对了 嗯 你打几一条我给你看 开灯机 嗯 你以来 思念心中在我期待 你以待 你以待 嗯 麻烦 谁不想成功 梦醒成英雄 在你眼中我不懂 亲手只有你看好我 只有你相信我有梦 有你带给我的幸福 从未想过离开过 爱带你我走很久 幸好你在左右 陪我从无到有 爱该不该在等候 快就爱说出口 我与你相守 有你陪着我 来完成我的梦 迎接情是嘲笑的苦 爱带你我走很久 幸好你在左右 陪我从无到有 爱该不该在等候 快就爱说出口 陪你我走 我与你相守 阿弥陀佛